哈喽 大家欢迎再次进来啊 刚才不晓得什么问题啊 最近 哎呦 那天别大家的网线有问题 现在轮到我的时候 等一下啊 我先connect回去先 connect回去先 可以吗 OK 可以了 应该是可以了 OK 来 大家先进来了 不好意思 刚才我不懂做梦了 最近别之前是大家的网线有问题 现在轮到我中的时候了 现在我很多朋友也是跟我讲哦 不同地方啊 意思有干扰啊 那个网线哦 我看一下已经搞定了吗 应该是进了吧 OK 大家好 看得到吗 大家看得到吗 OK 我看到了啦 看到了 OK 再post多一次 再post多一次 OK 没问题 小问题 OK 小问题 小问题 我们再post多一次 OK OK 这个我delete掉 等一下啊 嗯 这个 edit下 place 然后这个我不要了 OK 可以了 搞定 好啦 大家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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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进来 不好意思 刚才最近网线很奇怪啊 之前中大家 现在到我中的时候 之前中大家 现在到我中的时候 之前中大家 现在到我中 OK 来 我看一下AMD跟我讲啊 灰灵燦AMD呢 基本上 看啦 中长期 所以你如果说是走 我们如果是走长期的话啦 我觉得灰灵燦 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啦 如果说 不要这样讲 不要这样讲 大家都是大家的财神耶啊 那么为什么人家会有 我有这样的花名耶 因为 我每次给大家dip息啊 然后dip息啊 我们会赚钱啊 OK 同样来discriminate 以上现在所有的分享 所有的金融产品都是我个人的分享啊 不是满满建议 大家满满的话满满支付 自己做功课啊 OK 那么来到这边呢 我们来看OCK 有人问Alvin Lee 就问OCK4毛钱 OK 同样啊 如果我已经跟你跟我讲说是 马来西亚股票的话 我给你的益利的答案啊 看啊 如果是Blow一块钱的股票 都是要需要时间的 尤其是说 最近啊 因为market啊 很slow啊 market Malaysia 很slow market Malaysia 很slow market Malaysia 很slow 不像我们之前这样子啊 很快啊 你懂MCO的时候 每个人都不能出来做工嘛 所以我们大家不能工作 那么就做什么呢 就买股票咯 然后最近也是遇到很多朋友啊 也讲说 哇 之前我在MCO的时候啊 买很多股啦 然后这样啊 那样啊 有没有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大家看到啊 如果说 昨天啊 美股是跌到不清不楚啊 一直跌一直跌 然后过后 我朋友就脸轻轻了 我看到很多 哇 今天很多人问股票啊 OK OK 等一下我们来 Rentier中长期 Rentier中长期啊 中跟长啊 我 我 先算我 想一下想跟你讲啊 我本身不会走 长期Rentier 我最多会走短期 可以吗 我这样子回答Malisa 够吗 BIMB可能还OK一点啊 BUNHWA BUNHWA 你是说一块九毛四 BIMB的话啦 如果在Malaysia啊 你走来 我们走啦 我们走来 Long Tom 我觉得还有一点机会啦 因为最近之前他的 他的真实价值也没有说很低 你知道还有一个 pattern啊 每次BIMB哦 他跌到底部哦 他就是被推回上去了 推回上去过后 再重复回同样的一个动作 他一直repeat 这个就是BIMB啊 好玩的地方啊 所以我喜欢他的地方 是这一个part 每次我这样子用他赚钱呢 他一跌到底部啊 尤其是他跌到什么位置啊 OK 这边小神跟大家讲啊 两块出 一块多 两块多 那个价位我就进去捞一下 然后赚点钱了 我又走了 又这样子咯 重复咯 他就是cycling的一个方法咯 一个玩法咯 cycle 就好像说循环这样子啦 OK MBSP啊 MBSC Regina 这个吼 我跟你讲已经是 好一段时间了哦 你现在还有在收着啊 是吧 然后 已经有上了一点嘛 对不对 那么之前也是有人说 MBSP可以飞天啊 OK 那么我不敢讲说 能够飞天会动是对 没有错 因为你based on他身体上的 那个earning来看 在家 可是你讲那个管理层很好 我不敢跟你讲很好 但是 它的dividend是很漂亮哦 我跟你讲很香哦 它的dividend 所以我是喜欢唯一啊 你问我的话 我是觉得dividend我喜欢吧哦 所以这种股票呢 如果说我是收dividend 然后一下子上的时候赚点钱 然后丢掉然后再回来 OK 这样子是OK的 这样是perfectly fine的 这个是for MBSP original OK吧 但是你跟我说 今天要短期去炒作用MBSP 哎呀不用啦 MBSP炒作 去找那种更加 真的炒作为主的股票更好啦 YYJHM OK啦 JHM 只是说最近去到7毛4 曾经何时JHM 也是很多人追捧啊 我跟你讲 我朋友啊那时候还讲 啊 啊这样讲啊 他那时候买的时候是多少钱了 也不是很记得啊 好像六毛多啊 那时候有一轮的时候 去到接近2块多吗 哇那开心的不得了 晚上睡不着觉啊 然后他一直问我要不要卖掉哦 我就跟他讲 看你自己咯 如果是我的话 都赚到这样多了嘛 对吧 卖掉一部分先咯 收到一些本钱 一点钱在里面 你如果觉得他也可以啦 买股票都是这样的嘛 我们买股票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赌博嘛 对吧 投资嘛 投资就是要这样子来做嘛 一定要稳打稳站 钱先拿进口袋先嘛 大家同意我 讲到前面写一个同意好不好 同意吗 那如果说买了股票 赚到钱了 又不出 不卖掉啊 那么呢 或者说亏钱 也不止 不止损的这些啊 就也不对啦 所以投资股票就是这样 他不像说是 无底洞啊 我们讲赌博是没有止损的 赌博也不讲没有止损 跑就没有事了啦 之前也是有个很搞笑的朋友 很好笑 他跟我讲的时候 哇 每次好像有一个魔鬼 一直吸引他 叫他去买 去云顶 去云顶 就讲说是 一直被一个魔鬼吸进去 那门他有多门的嘛 知道现在你知道云顶 为什么这样多门吗 走到那边 看到那个门的时候 我都想要进去啊 对吧 很搞笑啊 我那个朋友很可爱啊 他跟我讲的时候 开玩笑啊 这个是开玩笑的 OK SK Press呢 去掉到新低了 对啦 SK Press其实是掉到新低 现在我跟你讲 马来西亚的股票 很多都掉到新低 但是你跟我讲 马来西亚的股票 真的全部都可以买吗 我未必跟你讲一定是可以啦 但是如果你讲SK Press 我觉得能够等的人是快OK的 但是要等哦 没有等的话就 就不用看啦 那么我们来讲回今天的今天的重点啊 我说新鲜啊 OK 我看到很多人讲同意啊 OK 谢谢大家 对啊 我们来聊天啊 聊天啊 今天今天跟大家聊天啊 很久没有跟大家聊天了 OK 那么啊 我跟大家说啦 很多人看到一跌啊 尤其是股市在美国一跌的时候啊 或者马来西亚满江洪的时候 每个人的脸都轻轻了 为什么会轻轻呢 哇 哇 顾虑哦 最惨的是有买股票的人 我跟你讲啊 有没有 有谁有买过股票的 然后看到 比方说美国 就是美国 比方说在 今天晚上 我们讲今天啊 跌到不清不楚 明天早上马股又跌到不清不楚 他一定是很紧张的 有没有来 有没有有 experience 过的人下面写一个有 有吗 有经历过吗 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有经历过这种体验先 然后慢慢跟大家讲 有没有 有谁有体验过的 美国跌了 过后啊 马来西亚也是跌到七残八残的 然后啊 脸轻轻啊 在那边啊 啊 不懂要怎样啊 有吗 有没有 ok 有没有 有啊 哇 看到有人讲有了哦 有人有呢 应该有吧 有玩股票 如果到一段时间 玩过一段时间 那边呢应该都有运过了 可以讲很多人就会讲说是 完蛋了啦 美股死了 这是不能 马股不能投了啊 这个啊 那个啊 紧张啊 打电话问agent啊 对不对 问broker啊 broker什么时候电话想到最够力了 然后我跟你讲 broker啊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在马来西亚做broker 他跟我讲 他讲toni啊 我跟你讲啊 你懂我们的手机啊 在什么时候想到最够力了 第一 熊市的时候 真正大跌的时候 我们的手机想最够力了 前面的那一两个页是最够力的 每个人讲着要丢票 然后他讲 第二个呢 就是 什么时候会想到最够力 ok 什么时候会想到最够力 就是当股市牛市的时候 每个人都想买股票 啊 那个时候是想到最够力的 然后他跟我讲 我讲还有吗 他讲其实我跟你讲 这个是normal 两个情况啊 我们讲比较极端的 会不会比较好的 跟不好的 那么也有一个情况 就是我的手机他讲是想到很够力的 我讲什么时候呢 他讲就是美国大跌 不大跌啦 美国跌 不要讲大跌 跌 然后过后马来西亚也跟着跌的时候 哇 然后不只是马来西亚跌 是整个东南亚国家 亚洲啊 全部跌的时候啊 很紧张我跟你讲 我的电话就开始响了 他说我就很banic了 他说 他们就会问我 哇 我看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啊 要不要丢票啊 怎样啊怎样啊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卖啊 他讲我虽然是有读啦 他讲我们是有读书 我们是读那种啊 股票都是读那种 technical啊 fundamental啊 讲算财报啊 没有读到这种说 应该要买要卖啊 不会啊 在深入啊 一下子中间这样 不多来讲 advice啊 advice不到 很脑笑的那时候 然后就跟他讲 就跟他分享了这个东西 那时候 我跟他分享什么东西 我要讲其实很简单罢了 首先啊 大家看啊 前几次的直播 我有跟大家讲什么 我们马来西亚不会有大牛 我没有代表说 不会有小牛 大家要记得我讲这句话 那么很多人讲说是 啊 technology股上了 就是一定就是 confirm guarantee 一定没有事情啊 也不会有小牛了啊 confirm是牛事 我不敢讲啊 ok小牛是对 没有错 ok it definitely 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不只是因为tech stock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 为什么我会在那个时候 跟大家讲 很多人是以为说 哇看到股市上 尤其是马来西亚啊 讲 我看到上了啊 我也是知道是牛市了啊 你以为这样容易咩 你以为我们只是看这个东西咩 ok最重要的 我们要知道说 美国 他们现在要tar break了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重点 什么叫tar break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 他们 呃 在做这个meeting的时候 FOMC meeting 他们一直都在讲说 他们应该还会升多两次息啦 升息啊 interest rate 要raise 然后我们的non fund呢 其实今天晚上如果大家有看到 非农就业数据是从306000 跌到209000 你知道吗 ok 所以这个数据呢 还可以继续的鼓舞 我们的亲爱的美国联邦储备 继续的去升息嘛 ok再来我们讲失业率就好了 失业率 呃前天的时候 然后小飞龙还是讲是很不错 看到好像跟星天有一点触路不平啊 我朋友也是不明白 他跟我讲 诶看到有触路不平耶 Tony我讲你不要去看这种啦 我讲最重要看的整个大的走势嘛 整个大的走势 我们知道小牛来了 ok 大熊不会来 小熊会有 小熊 12个月到18个月里面 not only what I say 不只是我讲啊 很多fun house 大家可以去读的 他们的分析 包括city group也好 包括很多 为什么我们都 同样有同样的想法 因为我们的talk of school 什么叫talk of school 就是我们分析的 看的东西 只要是国际性的 我讲国际性不是在马来西亚的啊 国际性的人 分析国际性的人 像我们这种 看东南亚国家 emerging market 新型市场全部看完的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方向 其实他有这个蛛丝马迹 这个味道啊 我们嗅到了 其实ok 所以呢 没上课会怕 上课就开始steady了 Aaron Gok 谢谢Aaron Gok Aaron Gok 你有潜如 喝水喝水 你要加油啊 你也是要加油 等见你啊 下次你过来的时候 记得见我了 聊天聊天 day day ok天天 哇天天 这个够力这个 大跌的时候电话 最够力 kenfong 哈哈哈哈 才掉一点点 个股都还没有超过20% 哈喽在 对啦 所以你看啊 所以哈喽在你讲的都对了一个point 所以我 我也是很想跟大家说 大家不要紧张 你看刚才 这个数据出来过后 我们的美股发生什么事情 美股就开始飞上去 一下子 zoom ok 然后过后呢 又tum 掉下来 ok我打个比方啦 NASDAQ啊 我们讲NASDAQ 他从接近15千 直接冲到15千 一百多 然后又掉回去现在的15千 零七十七点左右 我看一下啊 对差不多是这样子啊 然后呢 这种很多人就不明白了喔 TONY现在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啊 他拉升了又下来喔 我就只能跟大家说大家不要紧张 大家不要紧张 其实这些东西呢 它是这样子 因为美国喔 他想要升息 ok 他想要升多两次 原因是为什么 你不能够叫他硬着落的嘛 什么叫硬着落 有看过飞机吗 A-H-E飞机啊 我不懂A-H-E OK 可能说A-B-C飞机 什么飞机都好 硬着落的意思就是 他下的时候 他下 为什么用A-H-E因为很多人懂吗 ok我们下来的时候啊 我们如果慢慢下 这样子平平下 这个叫做暖着落 硬着落就是他下很快 然后他 那个 那个 那个叫硬着落 ok so 硬着落 当然很多人都会紧张咯 不是一件好事啊 ok 以我个人的看法呢 我是觉得说 硬着落对美国一点好处都没有了 所以他们都很希望是暖着落 所以暖着落 你跟我讲 马上不要升息停啊 这个消息发出去 还有声面 很多人都很紧张嘛 有没有 所以他会怎么做呢 他就说OK啦 那我们再升多两次洗 然后我们慢慢降咯 ok 这样子的一个举动是对的 但是我们 我们需要很多的少 那个数据啊 比方说 就业机会要有 同意吗 同意下面写同意 就业机会要有吗 没有就业机会你跟我讲 今天我要突然间做这个举动去降息 对吗 或者停止升息 我就为了说通过膨胀好了 没有事情了 没有事情了 不是的吗 救不到吗 所以呢 他们也知道这个道理的 只是说最近的这个数据出来 你可以看得到是 没有很理想啊 我只能这样讲啊 股市不是牛子是熊热金啊 哈哈哈 现在还要打电话买股的咩 啊光昂 你讲得很好 他不是打电话买股票啊 他是打电话问股票 买股票 买股票是log in platform买就可以了 简单多吧 对不对 他不是买啊 他是问啊 哈哈哈 光昂讲得很好啊 可爱啊光昂 OK你讲得对 啊 又贴老老师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晚上好 还有谁有进来我看一下啊 哇 很多股友进来了 大师晚上好 威尼兄 STL难犯uncertainty 走路做单吗 哈哈哈 阿姨阿姨 啊去看啊 看我们的SOP 我已经教过了 很多大家懂了的啦 分享过了 大家自己去看啊 同意 老师晚上好 请问一下52770.41还可以持有吗 5277啊 N归翁啊 4毛15277啊 我们来看看一下啊 我们来帮我们这位股友来研究研究一下啦 FP Group FP Group呢 两毛钱吧 我可以讲NDA啦 然后最近呢 也是开始说 月季马马虎虎 那么如果你今天是走短期的话 这只股我觉得还可以看啦 如果你跟我讲走长期 可能呢 还可以再继续的观察一下 它本身的月季是否来临的日子里会更好 再做决定也不迟 OK 我这样想可以吗 OK 来还有谁有进来的股友们 大家可以分享分享 DV了啦 好啦好啦 老师今天穿黑色 对 black color gray 看到里面是灰色的 OK 什么意思 我跟你讲啊 其实啊 黑色呢也是代表说是一个 会上啊 不是红嘛 红你知道我的pattern啊 那么呢 但是黑中带灰 你就明白那个意思就是说 有一点灰色地带 对吗 OK 那灰色地带呢 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十二到十八个月里面呢 有一点点的灰色地带 这个是你知道啦 最近看到我都是穿这样子比较多 哈哈 我朋友最近也是看到我这样子穿的 诶 我看你这样穿啊 我怕你讲灰色 我不是穿黑 里面带灰 不就是 黑 里面 不然就是灰跟灰 灰跟蓝也是有 哈哈 OK Gtronic Gtronic 不错我心里 Gtronic 啊 是 快ok的公司来的 其实 如果说你今天 我们今天啦 我们今天 啊 是走long term investment 然后 with the hope that 你希望说他未来 啊 收他一个 啊 啊 三年啊 或者四年 when bull market 牛市回来的时候 希望他会上回去 我觉得是 OK啦 我个人的看法 你要做完做完你自己的功课 为什么 因为这家公司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再花时间再去看太多 因为以前 有分享过 也有算过了的 啊 他的pattern呢 每次都会超越他自己的这个 啊 MTA value 跟他自己的这个 真实价值的走势的 然后他是一个pattern 一个trend 这样子跑的 OK 老师越来越帅啊 哇 真的吗 injection 感恩 谢谢 那么我来为全天下的男人 啊 希望全天下的男人都一样帅 好不好 OK 好不好 好的人下面写个好好不好 我们全天下男人都一样帅啊 哈哈 OK 那么我们呢 sfp tack 0.88 kikiki sfp ok so 为什么要买这支嘞哈 你是因为最近看到他开始飞天了过买了是吧 OK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啊 OK这家公司你让我喝口水先我再跟你讲 喝口水先我喝口水 顺便倒买水大家泄出去啦 泄给你的朋友啦 泄给你的朋友 泄给你的朋友 泄给朋友进来聊天啦 啊现在有时间我就开直播聊天啊 有时间就开直播聊天啊 有时间就开直播聊天啊 啊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 我们知道一个道理啦 哈 其实这家公司是还 quite ok quite ok 啊 但是他的 他的 他的那个 股价哦 他上很快啊 啊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呢 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 他早早就进了 然后他就赚钱 赚到钱了 他就跑来问我说 诶 我应该要放掉吗 还是我应该要持续的持有他 那我那时候呢我就跟他讲啊 我也不好意思讲太多 我说我数据不够 但是我看到他是有前景 这家公司是不错一下的其实 那我说啊 如果他能够这样子走到这样高一下子 这样短的时间 with他现在的这个 0.22的NTA 加上他的PE是74的情况 当下啊 左右啦 都还有这样的表现啊 证明他有一点底气的 这家公司 我是这样子跟他分享 所以今天问我这样的问题呢 我就同样我还是那一句话啦 首先啊 啊 这个是给我们的kikiki 很可爱的名字 你要知道为什么要买先咯 ok这种股呢大好大坏啦 现在进的话 ok 因为他在高位了嘛 如果在低位他速度上涨没有问题 或者他上他跌下来 他慢慢再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他还有机会 可能说整个他的fundamental好 宏观经济也很好的时候 ok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他一直飞路上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叫追高 什么叫追高 就是 我买了过后 比方说我买半毛 我买一毛啦 一毛过后我觉得他会上 我就追高很多人去追 就一毛半 两毛 两毛半 三毛 这样子追下去啊 有谁是几分钱算 看啦我就快一点讲啦 我说一半一半这样子来算 当他去到一个位置的时候 对吗 他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好像一个盆啦 我这边有盆 啊我用我的水 我的这个杯水可以 ok 这杯水啊大家看到有水 这个杯里面 ok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 如果啦我们 我们用这个 这个倒水下去啊 这是我喝的 我倒下去啊 我现在没有倒啊 我是做example 我倒下去 如果他的水一直倒一直倒 越来越满越来越满了 你认为那个水会不会流出来 物极必反 对吗 ok 水会流出来嘛 这样如果说简单的道理啦 这样如果我倒了 我们有两种方法倒嘛 第一种方法就是我很快的 就是倒那个水很快 这样这个水就很快就满了对吧 但是如果我倒的时候 我是慢慢倒的话呢 啊 这样这个水这个杯就不会这么快满 这样不会这样快满就代表 它不会这样快流出来 水就代表它的股票里面的资金 它的钱 ok 流进流出都代表人家买或者是卖 如果我今天买的时候是比较慢的 然后它这个水呢它涨潮它上的时候股价是比较慢的 这样它就不会这么快的流出来咯 理解我意思吗 ok 那么你要想像我们要想像 我们要想像这个杯呢 其实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啊 我看我从来没有跟大家分享过 ok 股票呢上市公司就好像这个杯这样 它好像这个杯这样 然后这个杯哦 它本身呢就是一家公司 一家公司它永远都会有一个价 什么叫价 它值多少钱 ok 那么比方说这个杯 它能够装多少的水 就代表它值多少钱 我重复讲的意思啊 这个杯它能够装多少水 就代表它值多少钱 ok 那么如果说这家公司它超过它的水 超过这个杯啊已经过了啊 它大多数它都会流出来的 为什么会流出来呢 ok 就是它的价 比方说它是可以去到这边 这边是指 我们讲 啊 多少liter啦 水啦 它可以去到5个liter 它到了5个liter 它值5个liter 就是5个liter 就是等于钱啊 它去到5个liter 然后它去到5个liter半 在那个时候 它的5个liter半多出来的一半 它就会流出来 为什么 因为有一批的人会觉得 已经抄价了 它就会开始丢票 为什么会丢票 因为它在底部的时候买到 它赚到钱了 它就cash up ok 所以当我们在追高股票的时候 我不是讲这家公司啊 不要误会我意思 我是分享technic technic 就是我们买股票的时候要这样做 ok 如果我们看到那个股票是这样子上的 这样子 这样上啊 ok我们就要明白 曾经Tony跟我讲过这个道理 这个杯 这个水杯 ok 这样我要怎样做呢 ok很简单罢了 我只要知道这个水杯 它是可以装多少liter的水 对不对 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每个股票都有咬的嘛 对不对 房地产股票 啊房地产啊 我们讲property 有没有价钱有没有value 有的嘛 我以前读股价的嘛 我们懂想评估的嘛 这种东西跑不掉的嘛 ok同样的 每个东西都有个价钱的嘛 那当我知道它是值得哦 这个价的时候 精准的大概知道的时候 它怎样都跑不掉 它有一个gap的 它有一个buffer 它buffer可能是50%啊 没有 50最多啦我讲啦 ok 我是给大家最最high的 它是10 20 30 40 50 比方说最多是50 ok 当然有很多公司 有些是去超过50的都有的 美国比较多 malaysia比较少啦 so far我没有什么看到啊 比较少 有但是不多 那么 今天你看到这样的情况 首先这家公司我投的 它是在最高的情况 它的家有没有在先 它的家在牛市的时候 会去到哪里先 ok 那么如果说 它没有办法去到我要的那个位置 ok 比方说啊 我今天是买一块钱啊 简单来讲啊 我希望它去两块 但是它最多是它会去到一块二 这样你认为它会去到两块吗 the answer is no 对吗 你理解我的意思啊 它到快二快三的时候就开始有人 就开始卖了 ok 它又会跌回去 所以这个就是追高 必须要有的一些知识跟技巧咯 我分享啦 那么 这个我觉得 should be 快 快ok啦 现在很多人都跑 是我我会跑短期为主了 我不会中长期了 我就是 因为我怕突然间会去到那个家 当然如果我要长期 我一定要算它的家 但是最近的数据我看到是不够了 我不太够算啊 嗯 可以算但是不准咯 没有这样多数据咯 Magnum LXP OK吗 OK Magnum的话 Magnum我不是很支持人家赌博啦 但是如果你还是要买Magnum的话 也OK的 OK 那么Magnum的话 其实最重要就是有很多人喜欢它的股息咯 你来讲 哇 股息不漂亮啊 然后也是有很多人讲 这个Magnum它 就是包银的东西 很难说 OK 我知道有很多人这样讲 但是我只能跟你讲 Magnum的股价从之前的20 我看一下 2014年到现在为止都是一直往 整个trend是跌下来的 我不懂你看得到吗 整个trend都是跌下来 从上面这样跌下来的 所以你跟我讲说 这家公司 我们可以来 买来长期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可以再找一下 还有很多选择 不只是这一家啦 我这样讲OK吗 OK Farmfresh还可以吗 Regina Farmfresh曾经核实的时候叻 就很多人很喜欢啦 但是现在 就暂时我不会去买咯 我这样子讲 OK吗 OK吗 可以吗 你明白我意思吗 OK我再重复一次啊 之前的时候 当然刚刚start的时候 就很hot啦 那么现在我本身是不会啦 我不会去看它 这短期之内啦 OK OK KFEMA Melvin KFEMA也是我之前有算过的叻 也是有买这家公司啊 OK 那么看你自己 我们买来的是什么情况 如果你跟我讲KFEMA 你摸住它是要中长期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快OK的 中长期我觉得这家应该还可以啦 但是要赚很多很多 不要有那种想法咯 OK 啊 Simon你问我imson的时候 你可否放下价钱啊 没有放下价钱有时候我很难讲啊 我很难讲 我不懂怎样帮你哈 因为有时候啊 你懂喔 有些人他们放啊 股票他们放没有放价钱嘛 所以我就不知道说 他是应该要买咧 还是他要卖咧 还是你indicate一下 解释 解释一下我就知道这样帮你 诶 Sakira好久不见咯 Sakira JeffTech 好吗好吗 OK 我看一下啊 有时候你看啊 以前MCO啊 真的是有一个东西学到啊 我们可以做直播啊 跟我很多朋友啊 在不同很远的地方啊 有时候久没有见面 我们可以直播见面嘛 直播聊聊 JeffTech的话 大好大坏啦 大好大坏 我觉得说 暂时有一点挑战咯 如果说你今天能够等他 Sakira 那么有更好的数据在后面 support I think should be alright的啦 OK so you should really watch up on that OK 我们呢 阿谢 阿谢 Kobe 2.50 OK 那么 Kobe 2.50的话呢 我来看一下哈 Kobe 2.50 那么 你买的时候是有一点高位了啦 我是先坦白的讲先啊 direct的讲啊 我相信你买2.50 是不是因为看到他底下来 希望他会弹上去啊 是吗 有没有给我讲中一下 我不知道啊 如果是的话你下面写个是啊 OK 我们来聊聊天吧 好吗 来来喝水喝水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是吗 啊 如果是的话我能够跟你讲 啊 这个concept 可能你要在在 啊 短期之内 我觉得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快咯 他要弹回去 Etake time 要能够等咯 要能够等 OK 07Y Hello Gcap 0.45 该收吗 不是buy call sell call啦 个人的分享 OK 你这样问我 也不能够跟你讲 啊 我们是否可以收 还是不可以收 But what I can share 这是我personal 个人的看法 这种大好大会啊 有一点炒作的情况啊 他睡了很久过后 有可能会回来的 但是要睡多久 我就不知道了啦 这个我没办法给你一个担保 但是我觉得最近的数据出来呢 我自己本身是不是很 不是很convinced啦 就是我没有很 convinced的意思就是 他不能够让到我虚伏啦 暂时是这样子 OK 但是我相信未来有可能他努力 肯定就会有希望 可以吗 我这样讲 Richard N Solar West 不错啦 Solar West Solar West 还可以啊 那么之前我也是朋友 买Solar West 也是赚钱了 我冲上去了嘛 他在底部现在是有一点 我相信还会有空间上 只是说他上的空间 还会有多大 应该暂时他的情况 有一点像刚才我所说的那种 在追高的情况 所以你要自己要看出办了啦 他说不要一直 呃呃呃呃呃 how to say is like 越追 越高 越追越高 要见好就收啦 IoI再一点多 IoI PG 1.29 哎哥 看到你了 等下 IoIPG的话就比较 那时候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时候 好像 不是很 很令我满意 那个业绩 我记得是这样子 他虽然他有涨回去最近 但是他overall的话呢 他 他的 其实他的net tangible asset也是蛮ok的 其实因为他是比他的 现在的价钱还要高 但是 他能否用这一笔 这笔资产 去转换变成钱 你解释了 我打个比方哈 好像如果说 有一个富翁 然后这个富翁他有一块D A的富翁有一块D B的富翁有一块D 然后这块D呢 同样的都是十个hack 十个hack 我们打个比方 那么 当然他就有一个value在那边了 A跟B的富翁 那么只是说这个A的富翁 他会用这个十个hack 去赚多少钱回来 comparable to 这个我们说B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 哪一个比较有能力赚更多的钱 回来的那一个人 他懂得用他的asset的人 那个富翁 他将会是我喜欢的 投资的那个人 我不懂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尝试的用人来代表股票 来代表上市公司 也代表管理层 OK 管理层上市公司 他们在我们知道cashflow里面 也是有under 我们不要讲cashflow了 under其中一个情况就是capx 我们知道一家公司 他要 他不可以说完全 把他的钱收在公司里面 他不做矿冲了 这样子这个资产 他是有那个value在那边 可是他永远就只有那个value 他没有去做投资的话 他没有去expand的话 他也不会带更多的钱回来 同意吗 同意的人下面写个同意给我 alright 那么 let's say 我们就说 说过来 就说 这样他一定要做expansion 但是又有问题哦 如果说他overexpand 就是说他 这个公司他 矿冲的太快 他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如果矿冲的太慢 不矿冲也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他要矿冲 但是要很smooth的 慢慢的 这个才是我们要找的 所以至于这一家公司的话 我本身希望会看到的 就是这一个东西 我看我这样子讲可能 你应该可以get到了啦 我已经讲到这么明了 这些东西 ok so hopefully有够力了 ok 可以吗 来high five 给我一个五号一下 high five一下 哎呦我硕心了 跳出去了哦 硕心了 我就看一下谁在下面 我就讲了 诶 steventon 蛤 IFC M 你会买IFCM这样两毛多 哦 为什么咧 我不明白哦 你是以什么理由去买啊 你懂PE ok 首先我要跟你讲啊 这位我们的股友啊 steventon 诶你懂他的PE是-106 ok 首先我分享一下什么叫PE先啊 可能你 我们不是很明白 有些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啦 先啊 ok 我不要讲很多先啊 ok 其实投资股票很多知识 我们可以学的 那么我们有看很多啦 我这边讲不完啦 我这边讲不完啦 一个直播讲不完啦 但是呢 我是今天拿一个部分的PE来跟你分享一下啦 这个很简单东西不好了 PE10就代表它需要 如果positive加10就说 这家公司它需要10年才可以回本 ok 如果positive20它要20年回本嘛 但是如果它negative106哦 这个就negative啦 就有一点刺激了 ok 这种情况呢 大多数人家都会去炒作为主 炒作为主 炒作为主啦 所以 你要看咯 我们要看咯 如果你觉得短期我觉得还ok啦 长期的话就可以再看看 可以再看看 可以再看看 ok 然后最近朋友问我说 还有什么机会啊 我跟他讲 明天明天 明天呢基本上呢 我有一个财经趋势谈啊 我已经准备好那些资料啊 如果有兴趣的人哦 可能你可以去我们下面的链接 跟他们讲你想进来看哦 那么我们呢 我就开开给大家看 还有一些指数的机会啦 包括 我本来哦 我今天跟大家 本来那个Australia啊 指数啊 跟Germany啊 我是在明天要给大家的 来不及了 已经全部提皮赚钱了 所以来不及 我要再去改过 重新再给大家知道 ok 因为我在前两天吧 来来有谁有进来 那时候前两天 我们自己的group的啦 我们那时候就有聊吗 我们有做交易有这个是什么 然后一起再分享 然后我不是有分享Australia跟Germany 谁也在里面的 来跟我做正能有吗 有吗 我有没有跟大家讲 Australia跟Germany会掉 啊指数 然后我还给大家知道 会掉到哪里有没有 有没有 有谁有在里面的 我不知道啊 我们那个那个live的 live的 有谁也在里面 哦定修多在里面啊 有做到吗 定修多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到啊 哎算也是有啊 你在里面啊 ok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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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啊 那个时候我就讲了过后 就的确各天吧 各天吧 全部就掉到完了嘛 所以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做到啦 你懂我还特地提早半个小时开播啊 live跟大家分享 那时候那个是crossgroup的 我们自己crossgroup的 所以你们有做到的 就恭喜你们哦 恭喜大家咯 那边很多钱 那边 挤白一点咯 超过 我不懂多少咯 ok我看一下busa busa busa可以吗 busa的话咧 就大好大坏咯 market好的时候他就很好咯 啊 为什么之前 market不好啊 我们说啊 好像股市啊 你懂他怎样赚钱咯 都是要等股市咯 busa现在的情况咧 我只能够说long term没有问题 如果你今天是买 我们啊是买了后 哦我收他一个两三年啊 等他这个牛市来啊 啊可以 就ok ok 有啊 Marcus 我已经跟你讲了啊 你没有听到咧 哈哈 tp了 tp了 读波股如果一大胜就GG了咯 哦 对咯 Mr.Q很久不见咯 Mr.Q Jacket 看到你咯 有谁有进来的股 有让我知道一下 很久没有看到你们啊 有些 我们聊聊天 今天晚上 我下次有时间我就开一开播我们聊天 啊 星光这个有前景吗 啊 这只股哦 跌是因为今年销售量下跌 对啦 ok我跟你讲啊 下跌走生有很多个一千个理由 ok 啊 我们有一首歌最近张修不是开 开演唱会吗 他有一首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对吗 我把它改成是一千个上跌的理由 啊 我们股市上跌都有一千个上跌的理由啊 对不对 啊 怎样怎样呢 每个人都会讲 啊 呃 呃 呃 怎样 how do you say 就是有些人会讲好 有些人会讲不好啦 whatever啦 ok 那么我只能够说 呃 how do you say 我想要解释 要跟你讲到哪一句啊 一讲到这个就很刺激啊 真的是 ok那么呢 呃 我只能够说 不要太过的去 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东西 ok 我打个比方啦 我拿人来说啦 我们眼睛 今天我想要分享多一个东西给大家 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未必是真实的 就好像最近很多scammer 我不懂大家知道 scam吗 假的 你懂他开Facebook啊 开Telegram啊 拍Instagram啊 还用我的名字 Tony Lim哦 哇 还用我们WCT的logo哦 不懂他去 去在我们Facebook那样拿下来 是哪里 然后去乱乱去跟人家讲啊 说什么 他是Tony 叫人家投资 有Granted哦 Percent做虚拟货币 我根本都没有通 从来都没有跟他讲虚拟货币哦 他还厉害 automated trading哦 懂哪里来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哦 有些人就以为是真的嘛 对不对 这个是Tony来的 我跟你讲不是来的 真正的Tony 你看到我就知道 我不是这样的人来的 不可能是这样的 你看直播就知道了 其实有很多东西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看东西啊 不能够看表面啊 我们要知道 人家 我们听到或者说 OK A的人跑来跟你讲 诶我跟你讲 那个人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啊 不要相信先 hold your fire 你明白吗 hold your fire 可能他是特地来 我们说点火啦 还是下游啊 你讨厌他 他就是看到你跟这个人很好 然后这个人 可能说可以为你帮助到你成功 很怎样 然后他就看不过眼 你知道有时候人眼红吗 对不对 我们是分享啊 他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不对 会不会 还有另外一个我跟大家分享啊 我最近看一本书 这本书 我有不久不久都会拿来看 不然我现在是 应该是没有卖啊 断货 就说原来啊 幸福那么甜 原来幸福那么甜 那这本书是我的 我觉得说我在 我看了这样多本书里面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本书 我不久不久都会拿来看一次的 你懂吼 有一个东西啊 转换不同的心情啊 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 我不懂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东西 我读出来这一则东西给大家分享好不好 要不要 这则东西啊我跟你讲 最近Covid啊 Covid过后啊 我们讲Covid很多人的心情怪怪的 我有看到我一些朋友 我每次一面对到他们呢 我都会把这一则东西跟他们讲 你们想知道吗 这则东西我讲过就改变了 啊就改变了 想吧想的话你给我一个想啦 我喝口水 然后我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好大家现在就去给你的朋友 希望他都可以听到 然后呢 积极的去过生活 因为生活其实很 真正我们在这个世上啊 我们要好好珍惜啊 Covid离灵啊 大家知道Covid啊 最近Covid也走了嘛 Covid走了 其实我看到的时候 我也是很惊讶 今天也是跟一个朋友聊天 也是很惊讶 我看到的时候 因为每天他都是很开心 脸带笑容很积极 那么一下子突然间 这样子就走了 所以我觉得人生其实就是很宝贵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 我看很多人都想要啊 ok 我们讲 他的题目 他的小的题目叫 转换不同的心情 ok 我们来讲啊 忙碌不该是生活无趣的借口 我再重复啊 忙碌不该是生活无趣的借口 而没钱呢 更不是生活 更不是生活缺乏 那个味道的理由 ok 他这样子就写缺味 缺乏味道理由 因为无论多忙或者是没有钱 我们都能够拥有充实的生活 除非自己不愿求心求变 ok 我们自己不愿意去求心求变 就没有的话讲哦 否则谁都可以打造快乐的生活方式 再来 那么呢 快乐的生活是心灵有所寄托的生活 我请大家写下来 ok 什么叫做快乐 很多人问我最近也是我朋友说 哎我看你啊 很 monotone一下 有时候你蛮 很 好像很大件事来 你还是这样 ok咯 他讲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说 就退一步 我们就gostan一下 然后想一下 这件事情 会影响到我们的 我们的生 我们讲 生命的危险 如果不会 这样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 其实我们还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ok 快乐的生活是心灵有所寄托的生活 再来啊 生活不该是一层不变 随时转换不同的心情 心情转换就可以变了的 多用新鲜的角度 新鲜的角度去尝试 即使是平淡无奇的事情 可能也会变得美丽迷人 ok 那从现在开始不妨给生活多一点的色彩 也许是仅仅一个小小的变化 说不定带来的 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乐趣 最后 生活的乐趣需要自己去体验 懂得享受生活的乐趣的人 才是真正会生活的人 各位 ok 那么讲到这里呢 跟股票是一样的 那么股票呢 一下上下 ok今天我要讲到我主题 我们主题讲好不好 ok昨天跌 今天大跌 全部人都紧张 等于就是跟心情是一样的 他没有转换 为什么没有转换 看不透 想不通 如果我们今天想得通 我们看得透 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到最后 都不可能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我们 会怎么样去看待 那一件事情呢 我们会很 积极的想法 很用心的去活每一天 好像 我看到一个草一个花 我都很开心的 其实 因为我觉得它长得很漂亮 可是我看到人家去砍那个树的时候 我很伤心 好像我是跟我家人说 我看到人家砍那个树 我很伤心 我怎么会做做这样子 然后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觉得 每一草一花 一人都有他自己在这个地球 发亮发光的 的目的 跟他存在的意义 上天 OK 上天他制造这个东西出来 让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出来 他一定有他的理由的 他不会冒冒然让这个人冒出来的 金融市场也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未来它是会上的 或者知道未来它是会跌的 或者知道未来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所谓的趋势 就等于是已经知道 大致上接下来一年啊 甚至两年三年它会怎样 我问大家 还有什么还要去怕的咧 所以我讲了这个过后 我相信很多做Blocker的朋友们 可能电话就不会想的这么辛苦了啦 要去解释的这么辛苦 如果有的话你叫他听这个直播 很辛苦 你去听Donny那个直播啊 不要大小事一点点就打电话来问我 其实是到最后还是会上的 为什么呢 因为熊完了就是牛 这个是永远不变的规律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都还在金融市场 没有赚到钱 原因是非常简单 第一因为贪念 什么叫贪念 我们人很贪 看到前面有机会 我们就冲着去 OK 那么要知道这本书 不懂它有没有卖啊 这本书叫原来幸福那么甜 其实这本书是我老婆送我的 很喜欢这本书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东西啊 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要很会看破 不是说看破对不起讲错 就是说要看开啊 不是看破看开 其实哦 上天他已经有我们下来这个地球 应该要去做好的功课 你跟我跟他跟他 大家都有 只是我们被贪念蒙掉眼睛 我们对我们的无知 我们的无明 蒙掉了我们的思维模式 看到别人好吃醋 看到别人好眼红 不甘愿 做坏事 比方做做scammer scammer不要做 如果今天你是scammer 你在听着我这个直播 我真的很想奉劝你一句 不要做scammer了 因为scammer的下场不好的 你造了很多不好的业障 你知道吗 不要再做 不只是我别人的 你都不要做了 最近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老师啊 名人很多 我有看到 我觉得 我们人啊 有势之见钱啊 就要努力的去奋斗 去赚钱 去服务社会 去奉献社会 奉献你的家人 奉献什么都好 不要去做不好的事情 因为到头来啊 这个东西我们知道是反效应的 你知道吗 你做不好的东西 它会返回来的 做好的啊 我跟你讲不用怕的 好事多做的 多多益善不用紧 为什么呢 到最后这个好的东西 它会回来你身边 不管人家怎样做你 你好的东西还是会回来 因为你做的是好事 对吗 同样的在股市 我给大家一个方法 记得我讲 我永远要跟大家讲一句话 在大熊市 大跌完过后 他开始谈的时候啊 每一次都有的 我们人生最少会遇到 我跟很多朋友讲 五到十次一定会有的 看幸运啊 我们活多长命啊 他谈上去的时候 我们就去买股票 不要去管别人讲 你买蓝筹股 代表那个指数的 买它放住它 一个两三年就好了 不要管它上下了 到最后你去卖掉它 最少一定会有赚钱的 然后这个钱赚到了叻 不要弹性 很多人这样子 赚了一点钱 尤其杠杠太多 不是说不可以杠杠 不要误不解我的意思啦 杠杠肯定我知道借钱是好事 我们可以投资 可以赚很多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球的时间不长了 我们也要活得快乐嘛 像如果说我每天提心跳胆 不知道这个工不工得来 那个还不还得轻 每天都心里提心跳胆 这样我过这个生活过得快乐吗 表面上给人家看哦 光鲜亮丽 很有钱 看起来很多资产很什么 可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自己在那个枕头那边哭泣 只有自己懂哦 你觉得我讲的对吗 那如果我们今天啊 我们不要没有这样大的头戴 这样大的帽子啦 然后我在股票 比方说每个危机来 我上了我就赚了 有些人幸运几百千几百万 赚到这个钱 就拿这个钱去还 有些人讲还清是笨蛋 但是他还了过后 有一些东西应该还要还清的 为什么 还了过我们心安啊 心轻了嘛 对吗 无债生轻啊 你走出去 早上随便你懂 有看过一些老人家哦 早上啊 他们去那个巴萨的时候啊 巴萨你懂吗 有时候有买草米粉 有时候不久不久我很喜欢啊 我就是喜欢穿着短裤 没有认得我啊 我戴着帽子 我就去走 然后我就看 看看看看 我看到他们有些笑到很开心的 你跑去问他 那个年长的uncle啊 有年纪你就问他咯 哎uncle看你很开心哦 怎么还直接跟你讲啊 我这个不用烦了 那个不用烦了 什么不用烦了 他不用烦了吗 所以他开心吗 这样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我们老的时候 才不用烦开心 现在就可以开心了 马上就可以很开心 早上的时候可以在那边吃东西 跟有年长的人一起喝咖啡 聊天开心在那边 有没有 为什么要等到我们老来才可以开心 有哪一条law 马来西亚是写 一定要老来的时候 才可以还清所有东西才可以开心 有吗 你跟我讲 哪一条law 所以啊 原来幸福就是那么甜 那么呢 除了跟大家分享赚钱啊 就好像老师无事分享 谢谢灰灵灿 我本身呢 我很多人一直看到我 给大家很多很好的机会赚钱 很开心 他们说 哇老师 你分享的东西啊 我真的有赚到钱 有些是当然啊 这种东西有赚有亏啊 你不能怪我嘛 有时候不能100% 我讲10支 10支都一定上的 你懂吗 那个一两支 你的money management啊 资金管理一定要做好 做不好又怪你哦 我跟你讲人是很好笑的 赚钱的时候 他精进没有声音的 亏一点点钱的时候 全村的人都知道的哦 你懂吗 就是那个东西 我给大家很好笑的 所以我讲啊 有时候我们做人啊 好人难做 真的 我这句话今天送给大家 好人真的很难做 但是还是必须要 继续的做好人 虽然是辛苦 虽然是呃 不容易 但是因为不容易 我们就不做嘛 这样今天我们不做 请问还有谁来做 谁会愿意做一些没有钱赚的东西 赤利不讨好 还要给人家scan 还要给人家奖 但是又可以帮到人的东西 谁想做 很少的我告诉你 所以没关系 反正我 心清清啊 不见话大家知道吗 心安理得 我做了开心 我就继续做咯 所以最近遇到朋友 没有开直播都给他们骂 有没有搞错 你怎么没有开直播都 你开多一点直播 我听你讲 我讲有时候我以为你们可以了 我magazine都写了啊 杂志也写了 这个也写电台也每个礼拜讲 那我说你没有去听诶 他讲没有听到啊 我讲好啦好啦 这样有机会我就开咯 好不好 那么也吃了 9点40分 那么也希望今天星期五 明天星期六 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快乐的周末 Approaching 9月2号顺便跟大家讲啊 我们9月2号的活动 如果想要来的人 当天我会跟大家分享 怎样子去找 那些top的蓝筹股有影响到他的 就是未来有机会赚钱啊 一句话讲白了啦 ok这个没有收钱了 要来的人 K要满了 百多个没有位塞不进了 JB还有位啊 你要你要快哦 当当之后等下塞不到啊 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了 快点啦 你们要的人 有那个电话下面 你们自己text我们的团队的人 reserve好自己的位置 到时候我也可以炒米粉 拿一点柜啊 一点咖啡给大家喝啦 当然我们还有结合一些不同的 人进来 Event那些 大家就听啦 当做学吧 对不对 一起学东西没有问题的 好不好 我叫Tony Lim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希望这个直播 end也不是end 大家也继续的发 自己的 这个share 继续的share 发出去给更多的人 让大家都可以听得到 然后让他们的幸福 他们的生活 都可以继续的那么甜 我叫Tony Lim See you guys Cheers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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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